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一个动作叫奥部斩首 奥部斩首只有一个动作 我向大家演练一次 下面我把奥部斩首的实用方法向大家演练一下 右手 右手打过拳了 他对方打拳 我用右手反拿对方 然后用左手斩对方的手 下一个视频叫左单云首 左单云首有六个分解动作组成 我向大家演练一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下面我把左单云首的实用方法向大家演练一下 左单云首是驴棚靠着急连续三次 下面我演练一次 一 驴棚靠 二 进步 下一个视频叫左虫 左虫有三个分解动作组成 我向大家演练一次 一 二 三 下面我把左虫的实用方法向大家演练一下 一 二 对方松肩成轴 画掉我 我马上踢腿 蹬出去 下一个视频叫下双状锤 下双状锤有两个分解动作组成 我向大家演练一下 一 二 下面我把下双状锤的实用方法向大家演练一下 蹬出去 落脚 下双状锤 下一个视频叫右虫 右虫有三个分解动作组成 我向大家演练一下 一 二 三 下面我面向大家演练一下 一 二 三 下面我把右虫的实用方法向大家演练一次 对方向大家演练一下 对方进左手攻击我的右侧 软肋 我用右臂的肘部转体 拿 对方用沉爪 捧化我的脸法 我用鞋腿再当 下个视频叫海底翻花 海底翻花有两个动作组成 我向大家演练一下 一 二 下面我把海底翻花的实用方法向大家演练一下 对方向右拳 我用手封盖 然后再打 打出去 海底翻花 下个视频叫沿手拱锤 这个沿手拱锤也是有三个分解动作组成 我向大家演练一次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下面我把沿手拱锤的实用方法向大家演练一下 他是被对方接住我的拳 我马上反拿对方 热 然后对方 对方对着解脱拿好推我的手 我推推我的手的同时我打出右拳去 下一个视频叫扫堂腿 扫堂腿是由五个分解动作组成 我向大家演练一次 一 二 三 四 五 下面我把扫堂腿的实用方法向大家演练一下 他 他是捧法 对方一装我的右拳我就捧起来 用我的左拳在下方打击对方 然后落脚 再用走法 对方 对方用进步 破坏我的走法 我马上扫前腿 对方又跳起来躲我的扫堂 我用后背 再 下个视频叫沿手拱锤 这个沿手拱锤也是由三个分解动组成 我向大家演练一下 一 二 三 下面我念向大家再演练一次 一 二 三 一 三 下面我把沿手拱锤的实用方法向大家再演练一次 一 二 下一个视频叫右拳炮锤 右拳炮锤有五个分解动作组成 我向大家演练一遍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四 五 下面我面向大家再演练一次 code文在 loud his song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四 五 一 二 下面我把右拳炮锤的实用方法向大家演练一次 左右边的手踩过来挤出去 下一个视频叫左拳炮锤 左拳炮锤有四个奔解动作组成 我向大家演练一遍 一二三四 下面我面向大家再演练一次 一二三四 下面我把左拳炮锤的实用方法向大家演练一次 他推我这个右手的时候 下面我把进步侧靠的实用方法向大家演练一下 对方为了蓬化我的击法 他用他的手往怀里推我的左手 我马上第二半反拿对方 用肩部靠对方的走 下一个视频叫 严手拱锤 这个严手拱锤 一共有四个分解动作组成 我向大家演练一下 一二三四 下面我面向大家再演练一次 一二三四 下面我把严手拱锤的实用方法向大家再演练一次 进步侧靠 对方用中间沉肘 在用击法的同时 我用这个手 再用肘 然后反过来 对方用这个手 装我的时候 我用反拿法 然后再打这个拳 用这个拱锤 再敲对方的这个走步 下一个视频叫 倒插花 倒插花 由六个分解动作组成 我向大家演练一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六 六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面我把倒插花的使用方法向大家演练一遍 倒插花是连续打三次 下面我向大家演练一次 背后 我用转体这个右肘 旁划对方的这个攻击我的手 旁划在哪 这个手是打当 打击对方的这个肘 下一个视频叫左二股 左二股共有两个分解动作组成 我向大家演练一次 一 二 下面我把左二股的使用方法向大家演练一次 对方进左拳攻击我的腹部 我用右拳挑开对方 打对方的 还击对方的腹部 对方在进右拳的时候 我再用左拳头一压再发出右拳血 下一个视频叫左辨式打桩 左辨式打桩 共有两个分解动作组成 我向大家演练一遍 一 二 下面我把左辨式打桩的实用方法向大家演练一次 对方进右拳 对方进右拳 我用右拳 承拿对方 上腿 用肘 借用身体转体的 这个离心力 打击对方 下一个视频叫左回头当门炮 左回头当门炮 一共有两个分解动作组成 我向大家演练一次 一 二 下面我面向大家再演练一次 一 二 下面我把左回头当门炮的实用方法向大家演练一遍 对方 对方用右拳攻击我的胸部 我用驴法 进步捧 然后挤 下一个视频叫右二拱 右二拱有两个分解动作组成 我向大家演练一遍 一 二 下面我 面向大家再演练一次 一 二 下面我把右二拱的实用方法向大家演练一次 我用左手 我用左手引画对方的左臂 用我的右拱打击对方的左肘关节 然后再引右手发左边的弓法 下个视频叫右辨识打桩 右辨识打桩 右辨识打桩 有两个分解动作 我向大家演练一次 一 二 下面我把右辨识打桩的实用方法向大家演练一遍 一 用这个左手拆拿 用右手封压对方的左肘 然后转体 下一个视频叫右回头当门炮 右回头当门炮 右回头当门炮 由两个分解动作组成 下面我向大家演练一次 一 二 下面我 内向大家再演练一次 一 二 下面我把右回头当门炮的实用方法向大家演练一次 进步履 对方用松肩沉轴破坏我的履法 我马上用击法 下个视频叫撇身锤 撇身锤 撇身锤由两个分解动作组成 我向大家演练一下 一 二 下面我 面向大家再演练一次 一 二 下面我把撇身锤的实用方法向大家演练一次 对方用挤法来破坏我的这个双挤 我转体 用肘挤对方这个肘 对方送肩趁肘挂掉我 我马上用这个肩肘 下个视频叫奥兰轴 奥兰轴只有一个分解动作 我向大家演练一次 一 下面我把奥兰轴的使用方法向大家演练一下 对方进的是左肘 左手 我用左手刁拿对方 然后转体上步 奥兰 用这个拱打击对方的走步 下个视频叫顺兰轴 顺兰轴有两个分解动作 我向大家演练一次 一 二 下面我把顺兰轴的使用方法向大家演练一遍 奥兰 对方一沉轴 我就马上用踩和轴捧的方法 对方再沉轴 我用进步 用走 进步 用走 下一个视频叫 窝底炮 窝底炮 有两个分解动作 我向大家演练一遍 一 二 下面我把窝底炮的使用方法向大家演练一次 先用轴捧 用轴捧 一 第二 从对方椰底下发炮 下个视频叫 金兰直路 金兰直路只有一个分解动作 我向大家演练一遍 一 下面我把金兰直路的使用方法向大家演练一遍 对方近右拳 我刁拿对方上步 按 下个视频叫 风扫梅花 风扫梅花 也是只有一个分解动作 我向大家演练一遍 一 最后一个视频叫金刚导队 下面我向大家演练一遍 一 二 三 下面我把金刚导队的使用方法向大家演练一遍 刁拿 刁拿以后 起右腿攻击对方 起右腿攻击对方 刁拿以后 刁拿以后 起右腿攻击对方 全部讲完 下一集 我把金刚导队的使用方法向大家演练一遍 我把金刚导队的使用方法向大家演练一遍 我把金刚导队的使用方法向大家演练一遍